否月歸來不看山 皇山歸來不看月 永不超越的經典 玩樂志我們在 皇山 皇山一生必去的經典 黃山 只能說大開眼界的眼界啊 經典電影場景 非來不可錯過可惜 翻上月嶺也不怕 為了一堵世界美景 雲海 雲鶴松 猴子關海 我看到我 哪裡啊 哎呦 更高望遠 體力挑戰無極限 以前這樣子爬真的很難爬 男人爬好汗 我覺得爬完就變好汗 女人爬 壯汗 女人爬 好 不可錯過的第五角 美容紓壓一次搞定 貴賓集享受 各式各樣好料一次上鍋 不過 一開始就要我們挑戰爬山 會不會太難啊 我有一點緊張耶 那不然 我們先來個簡單的行程 黃山山腳下 有一座很有名的古城 先到那接接地氣 暖暖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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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你有覺得這邊的場景 非常面熟嗎 有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來 真的耶 這個地方呢是 臥虎藏龍裡面 周如花 張子儀 一場的房間 蜻蜓點水的地方 蜻蜓點水 難怪我們覺得這麼面熟 原來是臥虎藏龍啊 對啊 為什麼臥虎藏龍會想要取這個點 這個地方它叫做月昭 回頭看一下 有王子 有水 對 水中老王子 倒影 有倒影 它的氣很清晰 對 它像是一幅水墨畫一樣 哇 原來是因為水中的倒影啊 我知道妳是拍照達人 是啊 妳應該要拍一下 來吧 到底是不是 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 來啊 相機 相機 相機來拍幾張 我們一起拍吧 先自拍 先自拍 來 姐姐 我們一起自拍吧 耶 這樣拍得到倒影嗎 姐姐 沒有 我來拍 我來拍 我幫你們拍 我幫你們拍 唉唷 不要笑我啦 拍得好我就是李安了好嗎 紅村被稱為中國畫裡鄉村 距今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不僅是臥虎藏龍的拍攝景點 也是著名的國家級風景區 但由於還有三百多戶的人家 居住在這邊 所以在游覽的同時 記得也不要打擾到他們喔 你握緊拳頭 手裡什麼都沒有 你鬆開食指 卻能擁有全世界 我現在只想要 李木白 孫奶 誰想要全世界啊 每次都這樣 都只演到一半 我今天要當個秤職的觀光客 花點小錢 吃點小點心 欣賞美景才可以啊 欸 還記得買我的 在你試下 你覺得這面湖呢 它叫南湖 這個南湖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由來的 它被比就是一個 牛心村的一個牛的大肚子 牛的大肚子 你說這個湖是像牛的肚子是嗎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村莊呢 它有一個由來 整個村莊呢 站在高空上面往下俯瞰 它像是一頭牛的樣子 規劃我們這個村莊的時候 是以仿生學 是一個牛型布局來設計的 仿生學是不是 就是很像模仿一個動物嘛 對不對 如果以名字來說 我好生物是嗎 對啊 就是例如說 可能像剛剛大姐說的 這個地方是很像牛的大肚子嘛 所以它可能就是整個村莊 或許還會有牛的眼睛啊 牛的腳啊 牛的頭啊之類的 然後就是布滿整個村莊的肚子 所以真的是這樣嗎 村莊裡面的水系 它被比就是牛的消化系統 有牛腸 牛肚 還有牛胃 嗯 那麼我們眼前的紀念湖呢 你們就知道是什麼了 牛肚 對的 牛肚 紅村因為經常發生火災 所以才用水 將村落連接起來 而且水牛在古代是財富 與克火的象徵 不得不說古人的智慧 真的很厲害呢 不好意思 哈囉 兩位好 請問 你們在畫什麼啊 啊 就是 豬子 鎮肉 豐子 鎮肉 對的 所以你們特地跑到 就是紅村來畫嗎 對的 給我們來寫 而且你看這個風景那麼美 然後今天天氣也很棒 在這邊寫生 我覺得很有那種意境 還有氣質 真的 真的 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一些成品呢 好 可以 好 謝謝 哇 給我們看看 好漂亮喔 喔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它要設計圓形了 很像我們從以前那種 中式的建築那種圓圓的窗戶啊 或者是圓圓的門啊 看出去的風景 我媽媽也有學國畫 她也會畫國畫 但是我今天才終於知道 真正的國畫是像怎樣 你們畫得好好喔 你怎麼可以出賣媽媽呢 哎唷 媽媽 我對不起你啦 不過這兩位同學畫得真的太好了 傳統灰派建築配上著湖光山水 不管從什麼角度都美得像浮化 但是灰式建築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這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耶 還是我們請專業的姐姐為我們解惑吧 這邊呢是一個 灰箱代表人物的一個藍宅子 灰箱 對 是什麼意思 灰箱 灰箱就是 灰洲商人 喔 灰洲商人 嗯 對 他們就是功成名舊之後 回到故鄉 對 灰箱他講的就是 榮歸故里 落葉歸根 落葉歸根 遭到我的職業病 遠離他鄉 不深稀虛 黃花成熊年 和我卻像落葉歸根 我們現在去看風景 好了 好了 好 對不起 我職業病 對不起 我們要聽這邊到底 那這個建築的特色是什麼 灰牌建築的它的特色呢 就是碼頭橋 碼頭 什麼是碼頭橋 你說停船的碼頭 不是 是騎馬的碼 騎馬的碼 你說像一隻 有沒有見過碼 有 對啊 碼是兩個耳朵嗎 哪裡像啊 碼頭 看一下那個橋 那個黃色塊橋 它的那個外型 是不是有一眼像碼頭的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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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蠻勉強的 有看到兩個尖尖的東西 有一點 對啊 可能可以像耳朵 比較有勉強嗎 對 我知道了啦 這就是那個仿生學的概念啦 就是所有東西都跟動物有關係 我們發現牛了嘛 現在也發現馬了 不知道等一下還會有什麼 是 跑上的時候對嗎 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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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不要進去看一看 好 我們進去看一下 哇 古時候的人想像力還真豐富啊 一抬頭就看到四方的天井 這就是灰派建築一大特色喔 不僅是採光 防盜等功能以外 雨水進入天井 更是代表天賜的財富進門喔 哇 豆豆你好有知識喔 沒有啦 其實都是早安姐姐跟我說的啦 我想也是 那你應該也準備好了吧 明天一早就出發爬黃山 萬事俱備 準備出發喔 首先要坐接駁車 才能到達纜車的入口 雖然一早天氣不太好 但越往山上走 天氣反而開始好轉了耶 豆豆看你說的那麼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我感覺越來越緊張耶 啊 我看到等一下要坐的纜車 這也太高了吧 我都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啊 哇 我們現在終於踏上了黃山的纜車 今天我們五點就起床了 可是很開心 因為我們剛剛原本在飯店的時候 是整個起大午 我們還有點擔心 可是現在天氣非常好 太陽很大 非常好 哦 很快耶 這個纜車只能坐大概六到八個人 所以其實它是很輕便 然後真的很快去 可能是週末的關係 所以非常多人要上黃山 我們看到了黃山的第六角 人海啊 不是雲海 是人海 搭纜車上黃山 共有三條鎖道可以搭乘 我們搭乘的是玉坪纜車 全長有2176公尺喔 如果沒有這條纜車的話 徒步上山可是要花上四個多小時耶 對 哇 纜車一上來就看到 雲海耶 黃山的五角之一 我們已經看到了雲海 我相信我們今天可以集滿五個 沒有 我們差不多了 大風告成啦 已經看到雲海了 我們是下山囉 我說豆豆啊 我們才剛上山 你就想收工可別偷懶 欸 我哪有想偷懶啊 只是有一點緊張啦 這次的目標是要蒐集黃山的絕景 我們運氣很好已經找到一個了 豆豆姐 您要加把劑啊 啊 真的是 奇山 怪松 怪妹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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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怪妹 不會 美女 美女 阿潘 我們是在苦中作樂嗎 剛開始就要走著又遠又長的步道 哇 真的不敢想像 後面會有多刺激啊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爬了一小段了 對 然後我們可以從後面看到 那邊很多人群 等一下我們就要爬上這兩座山 我很想知道那兩座山到底是什麼呢 左手邊 左手邊 這一座山叫蓮蕾峰 蓮蕾峰 這座山呢 它不成為遠觀 我們可以看 然後右手邊 這座山叫蓮花峰 我們可以上去 那會不會你看到那些台式的嗎 嗯 它一直排著它 然後呢 這也是環山最高的山峰 中間有一條那個階梯 那個是 那一個呢 是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八百結下 七百結上 然後才能到達涼花峰 哇 就是那一條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坐十一百 對 有些人沒有機會走 現在已經比較輕鬆了 但是我們待會呢 會比這裡 還要累 確定 因為它比較多階 因為呢 有聽說過涼山好漢嘛 嗯 你們等一下都要坐好漢 叫好漢坡 好漢坡 這個好漢坡啊 好漢坡 我們聽到了 好漢坡 導遊說七上八下是以前的古道 後來為了方便行走 興建了比較平緩的替代步道 喔 還好不用走那邊 不然看那個接近垂直的樓梯 我的心情也跟著七上八下 但是好漢坡感覺也不簡單耶 走吧 豆豆 我們一起來當個好漢吧 我們剛剛聽到一個好漢的話 他說 男人爬好漢坡 就是爬完就變好漢 女人爬 撞漢 就變成 漢好多 好好笑的耶 爬黃山的確需要一些幽默感 來推動我們前進啊 逗逗你說的真的太好了 不過逗逗你有發現嗎 來爬山的很多都是叔叔阿姨們耶 我們年輕人可不能輸 導遊說我們第一個絕景 就在這茫茫的人海前方 我們往前走吧 我們到第一個點了 迎客松 剛剛我們的小運跟我們分享說 迎客松保守估計已經有800歲了 很厲害 而且你看迎客松下面不是有架那個 吃架嗎 其實是因為他們冬天的時候會下雪 會很厚 會很重 所以他要把它撐起來才不會斷漿 因為他歷史悠久 要保護他 現在我們已經到迎客松嘛 我們現在要拍照了 所以小運哥我們在哪邊拍照會最適合 我的後面 擠滿了人的地方 哈哈哈哈 這個擠得下去嗎 我好想要跟豆豆說我精神上支持你 欸 阿潘 不要這樣丟下我啦 吃夥伴就要同甘共苦啊 啊 快點快點 我們趕快去找最佳拍照的角度 自拍一下吧 豆豆你發現了一個 我們剛剛一直在夢寐以求 想要尋找的地方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整路在爬黃山的時候 我們一路上都看到很多人在吃黃瓜 而且是這樣一整條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是因為 它可以很好的補充水分嗎 它是充熱量的嗎 黃瓜沒有熱量啊 不用擦了 老闆來兩根黃瓜 看我問一下老闆 老闆說因為爬黃山嘛 會流害 所以是可以補充水分 沖雞 清涼又結 趕快吃看看 愛喔 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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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冰爆本 有這種冰嗎 沒有 我吃很冰啊 沒有 我吃很冰啊 因為香香太冷了 感覺好像要沾一些什麼 梅子粉之類的 白奶汁 嗯 出來很解渴 就可以繼續把它下熱 好冰喔 方便食用又健康 難怪我看老闆的手都沒有聽過 這真的是這裡的熱銷商品 吃飽喝足也休息夠了 我們朝下個目標前進吧 蛤 走了這麼久 才找到兩個絕景 我們到底是走了多遠啊 那是我們剛剛的纜車耶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蓮花風跟蓮蕊風吧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步道 我們現在已經繞過來了 繞了那麼那麼久 才繞到這兒啊 對啊 而且我們的主持人 還在偷吃巧克力 你有沒有知道要幫我吃 很好很好 登山真的要吃 吃一點熱量 我是在補充能量 為了要走更長遠的路 看豆豆一臉滿足的樣子 應該是有體力 繼續往前走吧 所以我們是已經爬了一半的意思嗎 一半的一半 現在爬了一半的一半 對 四分之一了 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哇 八分之一啊 哇 那我們現在還有多少個山頭要爬啊 對 一個花亭 有點花亭 還有熬雨風 熬雨風 光明頂 光明頂 Oh my god 黃山形果然精彩 連豆豆姐都忍不住驚嘆了 我這是驚喜的表現好嗎 我們現在是 休息中啊 甜點時間 我們剛剛在爬那個蓮花風嘛 對 蓮花風 現在到了一半 一半 然後這個是它旁邊的蓮瑞風 然後其實可以從這邊 剛剛那個 我們的小燕哥有跟我們介紹 它下面其實有一個舊的步道 叫做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以前這樣子爬 真的很難爬耶 還好它現在可以快一個蓮花仙道 可以比較好走 不然我們要爬七上八下 我們真的是 會更可怕 更累 高聳的山峰 依鄉而見的階梯 以前的人走古道 根本就是在鍛煉體力嘛 來黃山不只要煉體力 還要訓練你的想像力 你覺得那個蓮瑞風上面的那些 天然的石雕像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 孫悟空的金斗魚 我根本就像金斗魚耶 對啊 這個真的很像 很像 我剛剛以為是 那個是人工找的耶 結果沒想到 好神奇喔 為什麼只有在那一塊有 上面那個也像孔子嗎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我不覺得像孔子 我覺得像什麼你知道嗎 很像每一個飯店都有 房間都有耶 哪一個 很像芋斗啊 還蠻像芋斗 我說那最上面 那也像鯊魚 鯊魚 那也蠻像孔子 真的 嗯 爬黃山的一大樂趣 就是發揮天馬行後的幻想 處處都會有驚喜喔 奇形怪狀的岩石 都是自然形成的 只要換個角度 說不定又會有其他的驚喜喔 休息夠了吧 我們還得趕路呢 前面那一位啊 開始穿衣解帶 哈伊文 怎麼樣 有啊 累了嗎 沒有 哪可能 運動健將 你知道我們昨天啊 因為快了氣象 然後就說 山上很冷 今天山上會非常冷 四度到九度 大概四到九度 然後明天是負多少 零度吧好像 對 大負十度 哇 然後我們一群人 就非常的緊張 把一個賣外套的店 裡面的外套全部買光 還好老天爺幫忙 送給我們 藍天 白雲 好天氣 逗逗 我看到你如此的樂觀 我感到很欣慰 但是接下來這個挑戰 可是大魔王的關卡 加油 好累喔 看看我們要到今天 最大的挑戰 一線天 但是有一個好消息 我們把這個最難的走完以後 我們就吃飯了 加油 剛剛小葉說 一線天是最累 最抖 我還沒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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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力氣嗎 有啦 你剛剛不是說吃完午餐 才爬一線天嗎 上午它是光明頂 嗯 豆豆也是二婚頭了嗎 不過爬過一線天之後 我們今天最困難的任務 就算完成了 還差一點點 就可以吃飯囉 姑娘 您撐著點吧 我們今天才在排隊 排得非常的誇張 你看 好多人啊 排得非常久 不知道到底不算 要多久的時間 第一次發現 因為登山椅子會用排隊 欸對 我覺得今天不是來爬 但是來排隊 等一下我剛才買拐杖 這個太難了 有差喔 有耶 可以支撐一下活動 啊 終於冷了我們了 但是這一線天的坡度 也太陡了吧 幾乎都要手腳並用 才能順利爬上來耶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真的不能小看 而且階梯的寬度 也只有一個人能通過的大小 依山而建的階梯 真的很像通往天國的道路 越爬越高 我都不敢往後看了 唉 我們一鼓作氣往上爬吧 我快要死 我不行了 我腳好痠 讓我坐一下 腳好痠喔 姐姐她的體力非常好 完全沒有喘 挺好的啊 第一次來這裡 第一次嘛 謝謝 平常有在運動 我是廣州那邊 廣州人 謝謝 所以妳平常有在運動對不對 對我們跑馬拉松的 哇馬拉松啊 唉唷其實爬一現天也不用像大姐這樣訓練啦 不論小朋友 大人 攝影師 其實都可以挑戰成功的 剛剛小葉有說這算是今天滿陡的一個行程囉 所以我們已經算是完成滿陡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很順利的吧 黃山爬完 但是今天有更陡的嗎 今天沒有更陡的 今天沒有更陡的 但是從現在開始 今天後面的距離會更慘 喔 前面有慘 為什麼要讓我們這樣子呢 走完陡峭的山路又爬完一線天 果然一山還有一山高 什麼 我以為大門王關卡已經結束了 喔 我真的會鐵腿啦 我們看到了 光明底 這個很大的 有大雨看到了 對 天氣球 天氣球 趕快趕快 豆豆姐您沒事吧 你是高興到腿軟了是不是 終於要登到光明頂了 這顆大排球 其實是黃山的天氣觀測台 金毛獅王 趕快跟我出來決戰光明頂吧 這個光明頂是那個光明頂嗎 可是你們有發現 我們剛剛在爬到一半的時候嗎 有很多人都攤軟在旁邊的 金毛獅王說過 就是六大門怕要攻上光明頂的時候呢 爬到一半 就已經死上一半了 我相信 很多人這樣往在旁邊 真的 前山顯後山秀 我已經把那個很顯距離的東西都拍完了 之後就像很秀麗的 接下來就很輕鬆了 對 太棒了 那我們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趕快跟這邊的最高標杆拍照 GO 光明頂海拔一千八百六十公尺 是黃山著名的標杆之一 除了外型特別 也是黃山前山跟後山的分界線 也就是說 我們把前山的挑戰完成了 所以我們大概還要走多遠 可以到我們今天晚上的 還有四公里 四公里 四公里聽起來還好嗎 還好還好 四公里還好嗎 你看那邊 但也到了菲萊斯 對 菲萊斯 那邊記得傳說中菲萊斯 有一坑 環山的最有名的景點其中之一 金花景點 這裡直線距離過去一千米 直線過去一千米喔 直線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是直線過去一千米喔 我們現在不是走直線喔 喔 有沒有纜車啊 你可以當空中飛人 你要試看看嗎 可以 我真希望現在我有一雙翅膀 直接讓我飛到飯店 不管再苦再累 看到映入眼簾的美景 會感覺一切都值得了 欸豆豆 你有想過我在山上 要怎麼運送物資嗎 對耶 山路也沒辦法開車或騎車啊 要怎麼送啊 你看的翔夫耶 哇 很辛苦耶 好多東西耶 我每次看它的那個翔夫都 都要扛那麼重的東西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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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拍 他們不拍 不拍 好吧 那我們往前走 往前走 你看 貓貓 好痛 我們這樣 真的看到猴子啊 看小木格說 看到猴子要小聲 要小聲 然後要 要鎮定 但他們看起來很乖耶 猴子三兄弟 誰這麼大聲 好可怕好刺激喔 我很怕他衝過來 但是我會覺得好可愛 他們一直在幫對方那個抓蟲 他們懂什麼是攝影機 有 他們會看攝影機喔 你拍他們 欸 我們很適願耶 竟然可以看到猴子 對啊 真的是野生的猴子喔 高山猴子 走吧 不要打擾他們 走吧 真的嗎 我想跟他們抽個朋友 不用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們終於到了 一個路 飛 剛剛講的飛來石 飛過來叫石 好 首先呢 上環山 自古以來的人都會到飛來石來 那麼呢到這裡來呢 你要摸四下 摸四下 希望不要貪心 一摸呢叫福運 福運 對 福 福氣 福運 福運 二摸叫官運 官運 喔 事業 三摸叫財運 財運 四摸我們最喜歡的 叫桃花運 桃花運喔 那如果貪心摸第五下呢 你摸 我摸啊 你摸 我不要 你先摸 你剛剛 猜拳 輸的摸吧 這樣公平 我要出石頭喔 不 他騙我 兵不厭詐 摸 第五下會怎麼樣 第一 福運 福運 第二 什麼運 第三 財運 桃花運 第五下 什麼運 你這樣就對了 有了桃花運以後才會懷孕 懷孕 懷孕耶 你們怎麼這樣 怎麼那麼厲害 你看你只要摸石頭就可以懷孕 不行啊 不行 我還要工作耶 我還要爬山怎麼懷孕啊 那你應該會生出生物狂喔 對啊 從石頭蹦出來的 不要懷孕好不好 不要懷孕 不要懷孕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這顆石頭到底是怎麼來 它不可能真的是飛來的吧 對啊 那在據地質上來說呢 在五億年前 那環山這個地方呢 屬於叫 屬於是海洋 但是叫 揚子海 對 揚子海 所以它是在海裡面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們說 然後呢 就有了環山 環山那麼 經過那億萬年呢 那些風吹日曬雨林風化以後呢 它的下面呢 是和整個的山體它是連接的 真的 它並不是真的飛過來 真的嗎 這個形狀也 不是它特別人雕出來的 都是它本身的形狀 那它下面有放作 造化獨種 上帝的節奏 上帝的節奏 對 好啦好啦 木屋下會懷孕 是導遊式的經典笑話 你不用太緊張 也不用太認真啦 嗯 拜託 我是配合你們兩個演好嗎 還有 那觀眾看一下周圍的美景 比較實在啦 哇 嘿 我比較厲害 耶 我們今天行程終於結束了 今天我們來到最後一個行程 回音壁 是的 在這裡很好玩喔 就是我們剛剛在別的地方啊 怎麼叫都沒有回音 可是就在這裡 就有回音耶 很大聲的回音耶 那我覺得我們 既然已經第一次來到黃山嘛 是 然後我們真的已經爬到了峰頂 許個願嗎 許個願 看看會不會成真 你先 氣成丹田 是吼公 我要摔到我 好換我了對不對 我的很簡單 我的只有三個字 我餓了 我餓了 我餓了喔 我餓了 你們今天覺得環山怎麼樣 漂亮嗎 很漂亮 很漂亮是吧 好 非常喜歡 累嗎 好明天帶你們去更厲害的好不好 是更累的嗎 沒有沒有 不累 只不過是要三點半 三點半 三點半 站起床 我的願望才剛許 馬上就破滅了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那麼多美景 爬完一線天 還到了最高海拔的光明頂 感覺該看的都看完了啊 不管了 豆豆姐我收工 我要睡覺了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 黃山第一趟路的最後一公路了 然後 其實我覺得最辛苦的 以我以前運動 我今天應該是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相信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會扶著床頭 雙腳巴桶 我在每次在高處的時候啊 我就看 就覺得好佩服自己喔 因為 我就想說 哇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的耶 真的是太神奇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遠 然後其實走起來 因為它可能都是截子吧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 非常的累 我體力還可以 復刻 雖然大家都覺得好像有點辛苦 可是人生一輩子 你真的應該來爬一次黃山吧 平常說我們看不到 這麼壯麗壯觀的風景 然後你也不會在這麼高處的地方 看到這些 你看那些騎士啊 雲海啊 都是我平常看不到的 明天還有一個很艱鉅的挑戰 因為我們三點八要起來 起床 出去看日出 日出正常行程也是我 從來 不會 列入考慮的 對 我們就拍美美的地區 就到了 好了 那我們就要說再見囉 所以我回去 我就要把它睡覺了 OK OK 我跟你講我們凌晨三點半就起床 起床 但是你看現在 還是已經有這麼這麼多人耶 我都不知道他們幾點就來這邊 真的 他們可能昨天睡在這裡了嗎 我上一次看日出 這麼熱血 已經是十年前我大學的時候 全班的搬遊去那個阿里山看日出 我跟你說我已經記不得我看日出什麼時候 說不定沒看過 真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有這個機會挑戰完 黃山之後還可以看到黃山的日出 他是說5點10應該 5點15分 所以還有15分鐘 對 我們從這邊 大氣氣從那邊 反正就是雙雞的概念 雙雞的概念 一定要搶風日出 真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哪裡啊 唉唷 我看到了 一個小小的 從這個樹葉的前景 小小的 因為它還沒發光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很像夕陽 對 還蠻清楚的 很清楚啊 這邊有會有很多 好快喔 真的好快 快了嗎 現在已經三分之一了 對 露出三分之一了 露出三分之一了 出來啊 出來啊 好像很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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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錯啊 可是很像蛋黃 對啊 真的我覺得這兩個人 很圓很圓 越來越快越餓了 還沒吃早餐 還沒吃早餐 那邊是日出 左邊是原海 對啊 真的很美 還有七松當前景 對啊 七松當前景 也是七松 旁邊是原海 太棒了 真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斷石上 真的在斷石上 什麼都有了 真的什麼都有了 來看日出 收穫滿滿 在這裡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而且看到日出 緩緩升起 真的有種莫名的感動耶 好熱血喔 我們去跟那個 攝影大哥他們集合 問問他們 成績如何 小心喔 哈囉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大哥你們剛剛有看到 拍到了完美的 日出嗎 有是不是 這裡角度真棒 這裡真的很美耶 這裡真的很美耶 這裡角度很美 哇這裡真的是很美 讓你們看見 還好我們有帶這台 大機器 對啊而且 機器整個架在一個 非常 真的 一定要 為大家 紀錄這一切 為了找到最美的角度 辛苦的攝影大哥 比我們更早來卡位 為了將最美的畫面 呈現給觀眾朋友 大家辛苦了 我們現在終於擠到了原本 我們要一起看日出最佳的景點 可是因為這邊真的很狹窄 然後真的很多人 現在日出已經出來了嘛 然後我其實漸漸的人潮已經退去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擠到這個地方 而且我們現在要帶大家看另外一個 絕景 絕景 有沒有看到 你覺得像什麼 對 我覺得它是我這幾天 在荒山看到最像的動物了 就是我們看了很多什麼犀牛嘛 對 我們看好多東西 鴛鴦 鴨子 鴨子 黃色小鴨 黃色小鴨 我覺得這一定是猴子 這裡其實就叫做猴子關海 還是什麼呢 就是雲海 多漂亮啊 那妳知道猴子關海的英文怎麼講嗎 Monkey C.C.C. 耶 這很厲害耶 我原本以為妳不會想說 結果妳這樣都會把我的梗講走了 Monkey C.C. 好爛的文章 台式的英文 這什麼爛梗呢 阿潘 我發現其實妳是冷笑話王子吧 哈哈哈哈 柏君一笑嘛 逗大家樂樂啊 大家都累了 嗯 經過兩天艱苦的試煉 我還是不敢相信 我在黃山 我不信 我不信 我們怎麼可能真的在黃山 我告訴妳 我們真的在黃山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踏著這個地方 叫做史信封 開始的是相信的信 史信封妳知道它的由來是什麼嗎 開始相信我瘋了 妳說得太好了 妳只要爬到這個地方 妳真的會花荒啊 哈哈哈哈 好累啊 很累很累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史信封 有一個古人 他在大雪紛飛的時候來爬黃山 所以他什麼都看不到 大雪紛飛嘛 視線很差 對啊白茫茫的 可是呢 他終於踏上了這個地方 1680公尺的地方 他看到了連綿的山峰 所以他相信他踏上了黃山 從此以後呢 這個地方就叫史信封了 我跟你講啊 就是明信片取景 就是這個角度啦 就是一個經典的角度有沒有 從這邊拍過去 這裡就知道 欸 看到這個 就知道來到黃山了 對 這邊就是最完美的360度 所有的地方全景 妳都可以拍到很美很美 所以接下來我講這個時候 我就知道妳真的是專業 我們兩個越來越有默契了 馬上拿出相機有沒有 來到最佳拍攝角度 留下美照是一定要的啊 黃山真的無奇不有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造就千奇百怪的奇景 百年流傳下的傳說 讓傳奇更加生動有趣 昨天我們已經通過了 前山險峻的考驗 後山秀麗之景 又有什麼新奇的事物 在等待我們呢 現在我們來到了 黃山的最後一個景點 後山秀也是有一個一線天 大家看一下這個上面 是非常漂亮 好涼 這裡面 這是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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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頭下是這個 對啊 這個是一線天 這是一線天 天真的這個 一線天一線天 好多燙 對 這個如果有那個密集 要不要摸一下 這個 妳在學校 嗯 那妳在學校 妳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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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山的一線天 走進來 有種別有洞天的感覺 山壁中 傳來正正的自然風 天然山壁 形成了一個山洞 一直往前走 好像要去冒險耶 真期待等一下 會看到什麼景色 我覺得比昨天的前山 輕鬆 輕鬆 真的是比較輕鬆 哇 哇 好漂亮 哇 你看那個公頸 超漂亮 豁然開朗 對 漂亮 很漂亮 我們昨天啊 走過的那個圓球 就冠冰點 對 在這裡看到 哈哈 然後那個石頭尖尖的飛來石 飛來石 你看我們昨天在那裡喔 今天已經到這裡了 這裡了 我們又翻了半座山 真的 而且我覺得後山秀 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剛剛走這個一線天 我自己覺得是 比較好沒有那麼驚險 然後真的沒有像昨天的前山這麼陡 對 但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有一點點小小探險的感覺 然後一出來又可以看到這麼美的風景 對啊 我相信我們等一下繼續往下走 要往大峽谷了 峽谷了喔 真的看到峽谷了 準備要峽谷了 哇 終於要去大峽谷了 但是不例外的 還是有上上下下的階梯 真的很折磨人啊 拖著皮類的身體 踏上最後幾階階梯 但是心情非常的滿足 我終於爬完黃山了 平常跟我沒有機會看到這些 你看納戰還沒有被破壞的景觀 原來是這麼壯麗 因為其實最近宣傳嘛 所以比較少機會可以運動 那這次來黃山真的是把我的運動量 好好的提升了 哈囉 大家好 多人在爬 哈囉 美鳳好 哈囉 美鳳好 哈囉 美鳳好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黃山嗎 真的 所以現在爬得很累嗎 還好嗎 看起來活不舒服 我感覺我好像沒爬一樣 你真的沒有爬一樣 你對著鏡頭說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我就感覺我像沒爬一樣 厲害 你厲害 你牛好不好 年輕就是本錢 你還沒走下去 你走下去看看 你再走上來 你再跟姊姊說 欸 她是 她很好Q 你真的去啦 你別輕易挑戰很可怕的 真的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 因為剛剛我們的製作人偷偷告訴我們 說我們應該有機會可以 嘗到這個溫泉 因為她想要犒賞大家太累了 她已經爬溫泉了 可以嗎 可以 一起去嗎 一起去吧 一起去吧 製作人臉都綠了 要不要換溫泉 對 不要換溫泉 你去爬山好不好 那我去換溫泉了 我幹嘛 終於要下山了 辛苦了兩天 終於可以下黃山了 哇 我們要怎麼下山 我們當然還是要搭纜車啊 搭纜車 我告訴你喔 我今天要帶你搭的纜車 不一樣 不一樣 非常的厲害 哪裡厲害 你猜猜看 很快速 NO 我跟你說我們來的時候的纜車 已經很快速了 對 真的蠻快的 這次不是 這個纜車叫做太平纜車 嗯 它非常大 因為它裡面可以容納101人 你相信 纜車101人 你確定是纜車嗎 我有點害怕 101人有多重啊 一個人60公斤 就6000多公斤耶 你可以在裡面開百人演唱會了 哈哈哈哈 重點是 它這是全亞洲最長的路線的纜車 全亞洲最長 然後又是最重 可以載最多人 沒錯 製作人有保保險嗎 哈哈哈哈 我們終於要下山了 第一次感受到 這麼有份量的纜車 不過大家別擔心 纜車的沉重 以及人數的限制 都是經過嚴格的計算喔 所以是很安全的 阿板 剛剛聽到了一個 讓人很開心的消息耶 製作單位為了 慰勞我們辛苦的爬山之旅 幫我們準備了幾品料理 要不互生喔 一瓶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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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覺得很像賣房子啊 你沒幫我伴奏嗎 喔 你要伴奏啊 一瓶鍋 那個快的一瓶鍋來了 台景無敵第一排喔 就在這裡了 不買你就後悔了喔 沒有啦 為什麼這叫一瓶鍋 我覺得製作單位算是滿貼心的 很貼心 你良心發現了 嗯 對啊 那我們先看一看 如果我還沒跟你分享說 你覺得一瓶鍋 你覺得像什麼菜 這一道菜呢 一瓶鍋 它像火鍋嗎 可是我覺得它 一個鍋 又抵十樣菜 因為呢 裡面也太豐富了吧 真的有菜有肉 有蛋 還有這些很多的肉 怎麼那麼多料加在一起 為什麼啊 Ru你先試看看好了 我想吃這個耶 好 這個獅子頭 看起來就很棒 很香 嗯 怎麼樣 很入味 很入味 而且它不會太鹹 好 那後來找找看還有什麼棒 對 欸這個很好 好清脆喔 好清脆喔 很清脆喔 這個真的在吃 嗯 好吃 真的是很清脆 不是還蠻入味的嗎 你繼續吃我再跟你分享 為什麼這個一瓶鍋的菜有這麼多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是以前只有在上冰的時候 來的時候 才可以吃 很多貴客 貴客 然後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以前就是很多農家之地嘛 所以他們並沒有說真的很多高貴的食材 嗯 可是他就把家裡面說 最好的東西最好的東西 都放在裡面 然後就招待冰客 然後這就是農家最熱情的一道菜 難怪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家常菜 對啊 在裡面像花椰菜啊 滷肉啊 鳥蛋啊 鳥蛋啊 還有這個像花乾 獅子頭啊 獅子頭我們也常吃 真的 還有花乾 嗯 所以原來是為了那個 宴請貴賓 貴賓 就是從貴賓來的時候 因為畢竟以前烏龍的時候 總是很辛苦的嘛 對啊 蠻感動的欸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貴賓的待遇 真的 然後工作人員都在看著我們吃 一瓶鍋 嗯 太棒了 哇 吃飽喝足了 接下來我要為我的黃山之旅 畫下最完美的句點 說好的溫泉 溫泉呢 我要好好的舒緩一下 我這趟旅程的疲勞 I still keep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you smile your face 終於完成第五決了 溫泉 溫泉 你看整個吃不只有我一個人欸 多享受啊 太棒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溫泉啊 它真的是從黃山上面取來的溫泉水 然後我剛剛聽說它的療效由 比如說養點美人啊 就是對女生非常好 然後重點是還可以消除疲勞 紓解肌肉 痠痛 爬了黃山兩天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 耗給它二十分鐘以上 它還痠痛了我的腳 哇 好享受喔 欸 阿潘呢 豆豆在享受溫泉 我有我的放鬆方式喔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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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必去的經典旅行 走訪古鎮 看到了鮮然的智慧結晶 為了一堵黃山奇景 必須翻山越嶺耗盡體力 看到壯麗美景時 一生的疲勞會瞬間消除 欸 阿潘 你覺得這趟黃山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啊 這次爬完黃山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黃山的舞爵 奇松 怪石 雲海 風雪 以及溫泉 期待下次再來挑戰黃山 把剩下的舞爵湊滿湊齊齊 嗯 太陽緩緩升起 天空漸漸被照亮的時候 我覺得 好像完成了人生一個目標 可能有一點浮誇 但我真的很感動